幸福好时光 上次我们邀请唐玲来细说 她得了癌症的过程 那当然要告诉大家 她现在在我的面前 还是健康可爱 活得好好的 你要不认识她 也不知道她经历了多少折磨 那么唐玲你好 淡如姐好 你说那个胃癌经过了八次的化疗吗 其实我觉得开刀都没有化疗来的可怕 我觉得都可怕 就是癌症的治疗实在是很重 要嘛动不动就是要开刀 那其实开刀的痛 它真的是很痛 很痛 就是我想说那个被人家杀死的感觉 大概就是那个感觉 不能打什么止痛药 可以可以 可是还是痛 像我有用那个自费的麻啡止痛 我已经按到 我已经精神有点失常了 可是我还是很害怕 那化疗的话就是会头晕 想吐啊 掉头发啦 然后整个皮肤 起水泡羊啊 然后我现在手还是麻麻的 然后整个人就在化疗期间老了十岁 正确 不要说化疗 因为我后来又转移嘛 我转移之后 我不是把卵巢跟子宫割掉吗 我是马上进入更年期 那你可以补充荷尔蒙吗 我需要 因为我太快就是没有那个荷尔蒙 所以我会有产生那个更年期现象 那那个现象呢 很难过 很难过又就是会 倒汗啊心剂啊恶梦啊 还有骨头痠痛什么都来 那就需要补充一些微量的那个女性荷尔蒙 但是也因为在补充荷尔蒙 我开始要去检验我的乳房 因为你本身那个癌症跟妇女的荷尔蒙有关系 对所以就是虽然呢 治这个但是又要担心那一个 然后更年期又是另外一个阶段的开始嘛 就正式的步入老年 老年的病都来了耶 那些关节啊 什么妈妈手啊 什么什么板击子啊 这些真的会有耶 所以所以呢 现在就是在 也是要把重心都放在养生上面 我知道你也有宗教信仰 你是基督徒吗 对 可是有些时候会不会 心里还是有一种很负面的声音说 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一直这样 会会会 为什么他还要来 我其实会啊 就是在第一次吧 第一次确诊的时候 我就是就无语问苍天啊 我有一次在唱歌的时候 我在那个台上唱歌 然后我就看台下的人 台下人都很活泼 很有活力 可是那几个人我认识 我就看到有一个 这个人会说谎 然后那个人脾气不好 另外那一个劈腿耶 然后我就想说 这几个怎么都没有得癌症 对不起 你劈腿是看面相吗 我们私底下了解 那几个我认识啊 那你应该可以了解刚刚我跟你讲的 就是说以前我在主持节目的时候 我明明知道你在说谎话 可是现在我必须面带微笑听下去 对不对 对 就是这样 然后我就想说 老天爷呀 你不公平啊 这些人怎么都没有得癌症 得癌症的怎么是我呢 我其实尽量不要说谎 然后尽量不要劈腿 然后尽量脾气好一点 不然我也可以像他们一样啊 然后那为什么我尽量做个好人 可是我却得癌症 这世界上因果报应其实不太成立 对不对 我在心中呐喊 然后我呐喊 我问我的老天爷 然后想不到我的老天爷真的给我答案 就因为我信的是耶稣嘛 我就再一次的呼喊 然后我说耶稣啊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 后来耶稣就跟我讲说 这些人得了癌症 他们唯一的下场就是死 可是你得了癌症 你会得医治 而且还要为我做见证 然后我当时一听我就觉得 哇哦 OK 好我要为你做见证 然后我就冷静下来 然后冷静下来之后呢 还是恢复正常 因为这太神话了嘛 我就去Google Google为什么我得癌症 然后去Google之后我才发现 我会得癌症是自早的 对会得癌症就是因为 我胃油门感觉没有去治好嘛 然后我抽烟嘛 然后我工作压力大暴饮暴食啊 以及我喜欢吃那个腌制物 我去查网络上面 你个胃癌的你全犯了呀 对的 我胃癌的五大成因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家族史 所以我就发现这五个原因 我通通有啊 那我不得胃癌 那人家医生不就白研究了吗 就是胃癌五大成因就是这五大成因 然后我通通中 我觉得上帝一定觉得你是个好孩子 你的自行能力是这么的强 我是耶 我是 那当然有时候也会每天在怀疑说 哦怎么这个痛苦接受完 明天又要开始去做化疗 活什么要重新痛苦 活着到底在为什么 是啊 其实如果没有生这个病 你不会去反省你之前的童年 就是因为你健康到想把过去发生的痛苦都忘掉或遮掩 对不对 对 以前身体强壮的时候啊都想要就把以前 哦而且我还会骗人家哦 就是我从小啊就是比如说小学 小学人家就会问说 哎你爸爸是谁你妈妈在哪里 我都骗人家说我妈妈就是过世了 嗯 然后我爸爸就是很好 嗯 我就是假装一个幸福家庭的孩子 其实很多家暴小孩都会这样 那但是事实呢 事实不是啊 事实我就是 我是在三岁的时候 我三岁的时候有一天我妈妈就问我说 你爸爸去哪里了 我说爸爸应该去找阿姨了吧 我妈妈问我说 阿姨是谁阿姨住哪里 我说我可以带你去 那时候我连走路都还不会走 我就带着我妈妈去找那个阿姨 因为我爸爸那时候就是劈腿 你真的太早聪明也不是好事啊 对还不会走路可是已经会认路 要是我一定会说我不知道 啊就是啊 然后后来我妈妈就发现我爸爸劈腿 然后就晴天霹雳妈妈就离开爸爸 然后就把家里就是弄得一团乱 然后他就走了 他就就是离开我爸爸了 那我那时候就觉得 啊好像我做了什么事情 做了什么错事 然后让那个家庭毁灭了 我就觉得说我错了怎么办 那那个时候呢 我爸爸就抱着我嘛 然后很伤心 因为妈妈离开他 然后他就说 我们来去跳淡水河 好吗 我就说好 就是爸爸要去哪里 我都跟他去 啊结果我爸爸也没有 就是伤心到跳河 反正后来他就把我放到爷爷奶奶家 然后到爷爷奶奶家的时候 我才发现 我爸爸还有一个大老婆在乡下 原来我妈妈是小三 我妈妈是我爸爸的小三 然后我爸爸的原配是在乡下 然后呢 我才慢慢慢慢的把自己的绅士 就是凑起来 所以妈妈其实不要 不是不要你 他真的很难过 他以为这个男人本来是爱他的 所以他愿意来当小三 结果没想到 哇可能后面还有四跟五之类的 对而且就很生气 我爸爸对我妈妈也没有很好 他也常常加暴我妈妈 他是一个脾气不是很好的人 然后他动不动就是会打人骂人 他有工作吗 他有 他有他有工作 可是他 我觉得他是个性吧 个性有点躁郁症 然后后来又劈腿 那跟着他的人都倒霉 很倒霉啊 他的 我妈妈就是 就就也会被打嘛 后来我阿姨 也常常被骂 也应该有 我看到也有被打 好我们等一下再来讲 这个故事啦 也就是说 其实他在这段话里面讲的是 家暴犯是有他的惯性 其实不是只有对一个人 而是他就是这样子 当然也有我有看过 针对某一个人呢 不知道哪里不投缘 就他比较惨 但其他的也过得没有 真的很好 我们等一下再来聊 幸福好时光 我们访问的是唐灵 讲的是他的这个童年生活 当然我觉得我们的癌症 大概每个人身上都有癌细胞 只是看你的命 先停止 还是癌细胞先发展 就是你永远要注意它的存在 可是也许生病会让你去回忆 过去那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必须有空思考了 张宁说他爸爸去世之后 他才敢讲这段经历 但这就完全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是啊是啊 但是我也是蛮俗辣的啦 在他活着的时候 我就一直粉饰太平 然后我也很想 因为我太渴望有个幸福家庭了 所以我就 因为你妈妈不见啊 你也只有一个真正的亲人 就是你爸 对 我心里面其实 为什么会一直容忍他对我家暴 也是因为我觉得 他是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人 可是他对你家暴到什么地步呢 他其实从我认识他 从我认识他的时候 因为我刚刚讲说 三岁嘛 三岁那时候已经妈妈离开了 妈妈离开之后 我就开始被到处寄养 到了九岁我才跟他住在一起 我跟他住在一起 我本来以为可以享受家庭生活 然后非常的幸福 结果并没有 就是爸爸每一天就是会打我骂我 然后我记得有一天 有一天我醒过来 然后我就发现说 我昨天没有被我爸爸打 我当时就觉得哇我好快乐 我昨天没有被打 然后就昨天 就昨天而已 我从那一天开始就去观察 原来我后来 就是我每天都被打 打到我翘家 打到我高中二年级 这是谁都会跑的 而且高中二年级很大啦 高中二年级是因为他到学校来揍我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 我们其实常在学校会认识一些同学 然后我同学就会想找我去外面 去舞厅跳舞啊 然后去哪里玩啊 那我就跟着人家去玩 然后骗我爸爸说我去补习 结果就被抓到 被抓到之后爸爸就就想要问我说到底是谁带我 带我去舞厅玩 于是就来学校 因为他逼问我 我不说哪个同学啦 于是他就到学校 然后呢就打我 然后就恐吓我的班上同学说 你们要是谁敢找他出去外面玩的话 那就是看他被我打这样子 你爸不是黑社会的 他不是 他这样去学校打小孩 没有被通报交一局 那个时代不流行 我现在觉得好像蛮过分的耶 不是好像蛮的 他很过分 是不是 我还不只在学校被打而已耶 我还在学校割碗耶 就是因为跟家里面闹得乱七八糟了嘛 然后呢 我爸爸就到学校去办休学 各位这里一定要按照政府规定要讲 请打生命 先生命被打得贵 你继续讲吧 我那时候会离开家 是因为呢 我爸爸发现 他已经没有办法再控制我了 于是他就认为说 不要让我念书 不要让我接触外界 这样我就会乖乖的 他就自己到学校去办休学 然后我就觉得 我爸爸是疯了吗 他怎么会让我不念书呢 而且我其实成绩还不差耶 然后他已经不是一次的这样搞我的学校 然后我就 我那时候就对他太伤心了 我就跟他讲说我真的恨你 然后他就办好休学之后 我就去收拾书包 但是在收拾书包之前 我就跑去厕所 然后我就生气 我就割碗 我那时候真的太气了 那我为什么要割碗 我就想表达我的愤怒 然后我就割割割 割完之后呢 学校就找不到我啊 然后就到厕所终于找到我了 找到我之后 他就发现 有个学生在厕所里面割碗 那学校就赶快找救护车嘛 而且还讲说小心记者小心记者 就是要低调进行小心记者 那我当时就想说 怎么没有人为我主持公道耶 然后我在学校割完 我本来还以为 因为觉得这好像影剧圈的现象的初级版 就是大家都没有想到这个死了活了没 还是想到说 请问你这要怎么对公众表达 是啊 那这可能也是我后来在影剧圈 就是什么事情可能都要圆满 圆满顾全 就先遮掩嘛 对顾全大局 因为你知道把它真相露出来 没有人会理你 对对 其实了解这个社会现实 有时候也是好的啦 没有谁真正对于所谓的大众眼睛是重要的 对 然后呢 我就这样被送去那个台大医院 然后把伤口缝一缝 缝完之后我回到家 我就想说我要离开这个家 然后我要撬家 我真的觉得你走得对 那个真的很难待 走太晚了 有一点 就是 在那时候也没什么社会救助机构可以去 对吧 小时候曾经想说还不如去孤儿院 可能还比较幸福 就不会被打 对 那后来离开 离开家之后就开始独立生活啊 然后独立生活之后呢 大概过了四五年吧 四五年我大哥要结婚 那时候才跟爸爸有联系上 不好意思你大哥谁生的 爸爸生的 妈妈是谁 大的 就是他的原配 是后来才知道的这位 对 然后那个时候知道了大哥要结婚 然后就是想说好像必须要出现在大哥的婚礼 那那时候才跟爸爸又见面了 然后看到我爸爸的 我看到他就觉得 他头发白了一些 然后呢 当时就觉得他老了 就是有老了一点而已 然后我心里面就有点不舍 然后我爸爸又跟我就是释出善意 他跟我说你就回来吧 你回来我不会再打你了 他请我阿姨转告 这个阿姨是当时三岁带去的那个阿姨吗 不是 还好不是 I'm sorry 我必须问这个问题 不是不是不是 你爸爸真的挺受欢迎 你爸爸应该长得挺帅的 哎呀是耶 对 就就以那个年代来讲 爸爸是帅的 然后很幽默 自己觉得很幽默那一种 你看一下吧 你看幽默跟暴力 有时候刚好是一体两面 所以你看任何人表面都看不准的 对不对 对 对所以我因为有这些阴影吧 我就观察我的爸爸的三个有名 比较有名分的老婆 我妈妈虽然是sayia 但其实她也是有爷爷奶奶有认证的 所以我就看到她的大老婆 她的sayia跟她的就是后来后来的这个阿姨 真厉害耶 你爸爸真的跟一些亿万富豪 能够养得起的家庭 差不多了 哎我有观察出来 而且他们还能够 还算和平相处了不起 哎 你要告诉我不和平对不对 表面吧 都是很会忍 对 他们都是表面 爸爸又不是那个亿万富翁 他可以这样子 是啊 但他自己一定不快乐 今天我们访问的是唐玲来讲她的故事 我一直觉得她的故事非常精彩 而且她现在在如实反省自己的人生的历程 哎 如果不是生病恐怕呢 就我们就一路好像开着火车在平稳的轨道走下去 对不对 但不快乐 如果不是生病的话 我应该还是戴着假面具 然后每天在生活打拼 然后一直觉得自己这里不好 那里不好 然后一直在想说 啊怎么办嫁不出去什么的 你这样其实很难嫁 只要有一点点风吹草动 你那个小时候的那种受家暴小孩的阴影 马上出来 对啊 对啊 然后像前两天还讲了一个姐弟恋 我后来也没有跟那个姐弟恋就是修成正果 也是因为我发现我完全没有母爱 就是我的 我除了没有母爱之外 我自己本身也没有母爱 所以我发现呢 我也没办法包容那种弟弟很依赖的 然后很爱撒娇的 或是很没有什么能力都要我去 我要去cover她的 你放心好了 就算有一时母爱都是刚开始 其实后来女人的母爱 大概只能真的给自己的孩子 也不是姐弟或兄弟兄妹的问题 如果是真爱的话 男生也会成长啊 是 但如果他一直依赖你 他不过是在找一个妈 所以这个到最后啊 也行不通 你对他还是祝福他找到别的妈好了啦 其实我一直觉得 如果你真的单身状况还不错的话 那么单身有什么不好呢 单身很好 所以这社会不应该以他的各种状况来谴责单身者 很多归于单身问题 什么单亲问题 其实都不是的 我现在呢 也就才渐渐的就是认清现实 然后去接受自己的现实 那我觉得反而也让自己更自由了 像比如说关于对象这件事情 我从我切除卵巢跟子宫之后呢 因为我确定我就不会生小孩啊 那不会生小孩对我来讲 我就完全没有那种结婚的压力 因为我以前会想要结婚是因为想说还能生 那当然结婚就是要拼一下能不能生下一代 孕育下一代 可是一直没有找到那个对的人 你现在至此毫无牵挂 对 其实我有遇过很多人 比如说啦 当然我没有说要讲什么 我就每个人有他人生选择 我有遇到一个相当伟大的明星的经纪人 他两个小孩全是混血 但是他没有结婚 因为他都是到美国去 就是单他自己生 那这是他的选择 对啊 也很好 他一样都撑得很好 而且我觉得大家不要用就是说 什么才是正常来看一个人 因为我们每个人走过的童年路径都不一样 对啊 那你后来其实你刚刚讲到就是 爸爸有很多对象 他也可能刚开始蛮受欢迎 可是固定交往之后 他可能就变成一个家暴者 对不对 后来爸爸是几岁的时候 好像你得癌症之前他就过世了 对他他在他几岁啊 那时候应该叫做78 那也年纪挺大了 78应该叫虚岁吧 哎我忘记了 反正78十岁还是虚岁 然后有一次他就觉得胸痛背痛 那因为他一直有那个肾结石 肾结石的那个困扰 所以他也一直以为是结石的关系 那后来就跟阿姨维持着一个名分关系 对不对 对 可能到五十六十岁之后就玩不动了 还看了一下 现在有问题没关系 他嘛 他的人生真的太奇妙 他跟我阿姨就是后来终于修成正果嘛 然后也也生了我妹妹 然后其实其实他们两个感情不好耶 因为从以前就吵吵闹闹 然后后来 后来也不知怎么了 就越来越冷淡 就是维持一个名分 因为有些人的人生就是 他是个猎人 只有亨廷的时候他是有爱的 我后来发现 你遇到这样的人会有点衰 那可是我爸爸还是很深信 他还是很想要有恋爱的感觉 对就是恋人感嘛 OK 所以当阿姨 当他变戀人的时候 他就变成另外一个人 然后充满幽默感 然后活力 Energy 他的人生活力 必须靠这样子来肯定 对耶 所以那种安定的生活 他没有办法 他会说他要 但其实他不要 对 所以后来就是 他就一直想 想就是 就是就不开心 他觉得他很不开心 然后常常会跟我告状 告状说我阿姨都不理他 然后对他不闻不问 然后他们两个都没有亲密关系 你心里有真正的同情吗 我没有啊 我就告诉他说 就是 他的个性 你都这么老了 你会不会这样讲 也不是啦 不是老的问题 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阿姨的个性 本来就都知道 他的个性就是如此了 那为什么一直在嫌弃他 这个原本就有的个性呢 那都不是真话 只是因为他喜欢那种猎人感 然后后来阿姨不理他 所以他就很难过 很难过之后 他就 他就往外发展啦 所以 爸爸真的挺厉害的 后来爸爸是因为什么过失 就是 肺癌 肺腺癌 那请你也要小心了 对 我们家是肺腺癌家族 所以要去造那个电脑 断层 就从我去造 我觉得跟很多 比如说母系的亲友 我们后来就是 因为他们家族比较复杂 就没有联络 那但是 就跟我同辈的表哥 还是有一点点联系的 他们看到我去发布说 我的肺部有20个小姐姐 然后没事 他们真的后来 我是说 因为我妈三个姐妹 都是肺腺癌过失 应该是这样 然后他们就会觉得说 好像应该去造的 所以我的发布是帮助他们 后来的表哥们 就年纪只要比我大的 每一个都重 每一个 但是都及早去开刀 你先发现才能保养 不然保养什么呢 那前不久 我有一个主播朋友 他就打给我 我想说 我们两个虽然见过 宿妹平生 你打给我干嘛 他说因为他去造 也是发现有20个肺姐姐 我说那你爸妈是怎么过世 他说是肺腺癌 我说哇 哇哀呀 恭喜你了 你就跟我一样 就是你要看清楚命运的途径 但是啊 你就一年半按照医生去做检查 然后千万不要去安慰自己什么 因为你还没发作呀 你还在那个0.6公分以上 但是你是一个好发的族群 只要你家人有人得过 哦 那所以早一点 所以像我们根本就不应该抽烟这种事情 对 你看到爸爸得肺癌 你就不应该抽 可是 没有那时候早就借了 但借的就是太久了 就应该说之前抽太久了 现在就只能求主怜悯 你只是发作在别的地方 表示你的肺还够强 说实在的也是耶 哇塞 不在这里也在那里嘛 对啊 好我们等一下再来跟唐玲来聊一聊 也就是 其实他跟我说过 就是虽然有时候爸爸打的真的也不像话了 可是到爸爸老年的时候 他反而是最孝顺的那个女儿 其实那个心情是挺复杂的 那我们等一下来讲 我刚刚有开一个玩笑说 因为他可以接受 我才开玩笑 说你这是斯德哥尔摩真侯群 但是其实很多孩子都是这样 就你小时候被嘟了 后来就消失 然后有的父母 我还听到他们很大声的讲说 你看我 以前打得最惨 你看他现在最约好 可是这样对吗 好 我们今天访问的是唐玲 现在来谈一下 她自己刚承认 她是斯德哥尔摩真侯群 也是一个家暴儿童的斯德哥尔摩 对 而且呢 其实这些都是我妹妹提醒我的 我妹妹啊 你妹妹很理性嘛 我妹妹很理性 而且她有念过书嘛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 我爸爸过世的时候 我还很难过 我很难过 虽然 虽然就是很难过 但是我妹妹说 爸爸过世 她想要去放鞭炮 我还想说 你怎么会讲这种话 你看她讲得出来 对不对 可是她有没有从小被爸打 她没有 她是我爸爸最疼的那个 很妙吧 很妙吧 结果呢 OK 然后呢 但是我跟她就是也 因为爸爸过世之后 我们变成是还 因为后来 后来我阿姨也过世了 那我跟我妹妹变成两个 她也没亲人了 对 然后我们两个就 因为都住在台北嘛 所以就比较亲密 然后两个常常在聊天聊天呢 我妹妹就说 我被我爸爸斯德哥尔摩 我就说是这样吗 她说对啊 你讲那个话就很好笑 你妹念什么的 不会念心理学吧 犯罪防范什么 对对对 也是内心理学 对 她就想说 因为从中间一个对话 我说哎呀 爸爸其实还不错啦 对我也不差 他至少没有拿烟烫我啊 或者是拿东西杀我啊 他就说 我就说他只是打我 他也没有把我打到腿断掉啊 所以而且他也没有不要我嘛 所以我觉得他对我还是不错的 我妹妹就说你看你就是有病 他念犯罪心理学 我们法律系也是念犯罪心理学 其实慢慢会去研究 对 可是其实遇到这种状况 当然受过家暴的小孩 最喜欢美化父母的形象 是啊 你好像这样会安慰到自己 对不对 其实不是 你要原谅他呀 我开始在做心理辅导了 我没有资格 你要原谅他并不是去美化 他的形象 因为那样不会好的 对 我现在比较理智 那不是事实 是 我现在在学习 像你刚刚就是 譬如说你讲说他是个家暴犯 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这样形容我爸爸 然后我就想说 我需要道歉吗 不用不用不用 因为我后来就想说 其实 但如姐讲的是真的啊 因为我爸爸 我爸爸那时候好像在 就是在 一样在家暴我阿姨的时候 他们有去打113耶 他们有去打那个113 然后让警察来到家里面做 就是做调节 所以你妹妹其实 她虽然没有被你妈妈爸爸打 她心里的阴影很大 她也很大 对啊 她其实搞不好 后来去打113的就她 是啊 但是表示她比较有反省能力 她想要从那里跑出来 对 所以 所以呢 所以我现在我觉得我还我在调 因为我那个脑子会有一点顿顿的 就是 一方面我可以了解我爸爸为什么会这样 可是另外一方面呢 我又 我又必须要知道他这样是错的 他这样对我的行为是错的 了解但不要同理 也不要同情 嗯 不要同情 对 不要同情 对 不要同情 你还会又变斯德哥尔摩 但是你要了解 他有他的成因 嗯 但是我其实后来觉得 每个人的人生都要自己负责 是 他制造这么多悲剧 对不对 嗯 这么多的女人的悲剧 你不要说 哦没有啊 因为他是我爸 但是其实呢 你不需要去批斗他 但是你要了解 他的个性有一些致命的原因 是啊 是啊 正如我们要诚实面对自己一样 对 然后这也是一段一段 我还还在学习 嗯 因为像每一次的可能披露自己 或者是每一次的发生什么事情 其实都有原因耶 嗯 跟我现在在治疗的时候 对 我我多怕打针啊 嗯 其实打针它不就是一个针戳进去 虽然会痛 可是不会痛到崩溃啊 嗯 但是我就常常会崩溃 就是因为我 我那个痛 它引发我太多的痛 跑出来了 那是一种侵入 对啊 对 就是那个针 刺进去之后 那个那种害怕跟恐惧 挖出了好多童年的害怕跟恐惧 然后就一次就爆发出来了 嗯 那我如果没有去把这些东西清理干净 是 我怎么去面对将来的任何的 不管是追踪治疗 还是将来的一些挑战 那你有没有想过 就算你对自己也一样 对我们自己 我们都不是完美的 我们有很多问题 我后来的状况也就是说 对自己 有时候要了解 但对自己也不用同理跟同情 那要怎么办 那你继续会变成灾难制造者 那怎么办呢 那同情就是自怜嘛 但要做到说完全不自怜 有点困难 尤其当你遇到人生的事情的时候 但怎么怎么办 有时候我在想说 其实我们对于这世界都不重要 我们就是一颗沙子 那个沙子只是随机遇到某一种命运 我懂了 我觉得还好我有信仰 我常常就用 譬如说因为我信上帝 当我在自怜 或者是我在难过 还是我在任何的疑惑的时候 我就把自己就是可能跟神祷告 然后我去聆听上帝给我的声音 那个是还蛮中正的 然后是平安的 就是因为我比如说我读经 然后我现在还在念神学院 我觉得以我对上帝的了解 跟我跟他的关系 我会从他的眼光来看我这个人 我就是他创造的一个人 然后我的生命就是掌握在他的手里 那我也相信他是要让我好 我就顺服他 我也不要一直在那边挣扎 你这个状况跟我在念历史一样 有时候我这就是 我对那个魏晋南北朝的历史 其实还挺熟 我看过很多论文 有时候我在想说 在那时候搞不好一个婴儿出生 一匹马过来就被践踏死了 到底我们能够求什么公道 对不对 其实我们都是沙子 我们遇到的是随机的命运 那么到底有什么事 可以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的 没有 我觉得就是当下感恩 当下 像我现在跟淡如姐聊天 我就觉得好开心喔 因为我每天在听你的那个商学院 听你的那个受悟空 然后人生不合美故事 对 我也觉得说 就算我现在做每件事情 不管怎样 我就是要开心 不然我怎么知道 我的时光还剩多久 其实有些时候 我们每个人都有癌症 只是已发与未发 那些未发的 问你你活到90岁 如果很痛苦地倒在床上 请问那跟得了癌症有什么区别 而且那时候更老 抵抗力更弱 你搞不好感觉更痛苦 是不是 没错 所以现在就赶快创造一些美好的回忆 因为在 我可以分享一个小小的经验 好我们等一下来请唐玲分享小经验 我觉得跟你聊天也很可爱 你真的是有趣的人 来 幸福好时光好 我们今天访问唐玲 来你刚刚的体会 好我的小经验就是呢 因为在治疗的时候 比如说在打针的时候 或是在开刀的时候 还是在化疗的时候 那时候真的很痛苦 唯一可以支撑自己的 就是一些无形美好的想象 那那个无形美好的想象 要从哪来 我觉得就是从我们现在 每一刻每一时而来 然后呢 还要有一个盼望 就是你要有个兴趣 有个盼望 像我在做治疗的时候 我可能就想说 我结束之后我要去巴黎岛玩 我要去什么岛玩 或是我要去泰国按摩 就是这些东西都会带给自己 接受这些挑战的力量 那你现在就是应该有人问过你嘛 因为你从2019到现在嘛 那其实疫情期间 疫情期间也没啥工作 生病的时候当然又不太可能 经济上有OK吗 我看起来你还可以 不然还想得到去巴黎岛玩 哎呦 这是真的很残忍的问题 尤其是癌症的治疗 花费非常非常的大 然后现在呢 我不敢想将来 我无法去思考 我只能想说过好每一天 然后把贷款呢 可能就是转贷 转贷一下 还好本来有房子 听来听起来 对 我还好以前没有很挥霍 就是除了孝顺父母之外 就是买房子 然后其他的呢 就真的就是交给老天爷 你有没有想过 就是很多事情很妙 当然没有人希望爸爸是花的 但是你看爸爸这么花 毕竟也留给你一个很好的妹妹 现在你们两个人相依为命 是啊 是不是 他 我妹妹啊 就是在我复发的时候 他当我的看护 看得出来非常善良 是 然后当我的看护了之后呢 现在就是跟着我当我的小助理 因为从复发再回到工作岗位上 体力没以前那么好 所以我就需要有一个人 来帮我看头看尾啊 然后处理一些比较 比较琐碎的一些事情 可是这样他会失去 你们会变成单一经济来源 我现在是从很客观的状况来看 好像不太对 对 所以我也一直在鼓励他跟 让他自己去挖掘他有什么兴趣 跟在这个社会上他想要从事哪个行业 否则你变成一个经济的主力来源 再加上你是亲情的主力来源 我说真的 万一怎么样他怎么办 这也是我常常在提醒他 你也在想对不对 只是我赤裸裸把他说出来 对呀 我昨天才跟他想说 但如解说 30岁之前你就好好学习 因为他跟着我们真的可以学到 他现在年纪还小是不是 26岁还好 但是就是 可是就是要你要在这个段时间 要努力的学习 其实我后来才知道30岁前是何其珍贵 应该说35岁前 哎呀 是啊 之后能翻转那个生命 不是说命运 生命轨道的真的很少 就算你得了乐透财的头奖也一样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学会用钱的方式 人生轨道不对 天降的幸运也会被瓦解 对呀 就是要好好学习 好那这就是唐灵 我很鼓励他出书了 然后因为他历经的故事 当然很传奇 可是他从中得到了一些人生的东西 就好像我那时候在快死快死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我的祷告很虔诚 我的祷告就是说 主啊你让我发生了这些痛苦 我没有叫你 我没有请你帮我免除 因为我还可以承受 只是请你让我后来发现 这些痛苦有他的意义 哇 我相信你的痛苦是有意义的 这些痛苦有给我带来礼物 对 好那也请记者不要一直在诅咒他啦 他活得好好的 其实我们身上都在跟癌细胞并存 只是你知道还有不知道 谢谢唐玲 谢谢淡如姐 谢谢大家 谢谢 gauge 这些字幕里面 钥匙 字幕里面 是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